很多这个病啊,我们都归结于三交不通,今天呢,教你一招,打通三交,远离这个节节啊,弹湿啊,失眠了,上火呀,等等,我们说的三交不通呢,它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水源代谢文乱,器械运行不畅,所以因此呢,引发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,许多疾病,你比如我们说的节节啊,弹湿啊,甚至这个失眠了,上火呀,就这些症状,很多时候都和这个三交不通有关,哎,我们用药的时候呢,常常也会用一些 疏通三交的药,那如何才能打通三交呢,大家好,我是王医生,今天呢,我们介绍一味中药,这个药的名字叫茯苓,这个药呢,其实是很常见,也很常用,它呢,就具有疏通三交,消除节节和弹湿,改善失眠,这么一种功效,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茯苓,这个茯苓啊,是一种菌种,是一个多孔菌的真菌,它就是不是动物,也不是植物,它是一个干燥的菌核,我们原来学那个中药的时候都知道茯苓啊,古人之所以让它茯苓 是因为松树下面长,是因为这个松树死了,这个认为它的灵气浮到了这个菌种上面,其实它就是一个菌种,像蘑菇一样,所以这个就起名为茯苓,它在中医里面呢,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渗水力尸,健脾宁心,镇静安神,它有这么几个功效,这个茯苓啊,主要作用于人体的三交,因为我们知道三交是管水液的嘛,所以呢,它就具有疏通水道,促进水液代谢的作用,通过促进水液代谢呢, 来调理皮胃功能,改善器械的运行,我们说这个菌苓呢,还有安神定制的功效,可以有效的缓解失眠啊,焦虑啊,等等吧,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在这个治疗失眠的时候,有一定的水湿,我们就用菌苓,没有水湿,或者说水湿不是很明显,我们也用菌苓,菌苓在这呢,有镇静安神的作用,其次呢,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菌苓啊,主要作用于哪几方面, 首先,消除节节和弹湿,我们上面说了,往往是水液代谢紊乱引起的,包括形成这个弹湿,所谓的弹湿,就是你这个水液代谢凝结了以后,形成的弹湿,弹湿在体内堆积过多呢,就会导致所谓的节节啊,囊肿啊,这一类的病面啊,我们曾经说过,这个节节囊肿,就是有形块的这一类东西,我们往往和浴血弹湿呢,分不开,所以菌苓呢,它就具有沥水渗湿的作用,它可以促进体内的水液代谢,通而减少弹湿的形成, 你包括很有名的这个二臣汤啊,包括桂枝弹湿啊,一个是这个萧檀式的,一个是活血的,里面呢,都有弹湿,第二个呢,它能改善失眠引起的这种虚火,我们说这个失眠上火呢,是三交不通常见的一个症状,当然你要配合清热药,只用弹湿不行,就说弹湿在这里面呢,它具有镇静安神的作用,可以缓解失眠的症状,同时呢,弹湿能平衡体内水液的问题,因为我们知道平衡阴阳嘛,这个阴阳,水火的阴阳的征兆,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,所以你所谓这个, 这个湿气过重,也会导致上火,或者说这个看着明显的热,你用这个苦寒的药呢,反而还会伤及脾胃,甚至影响这个水液代谢,所以这个时候呢,加上芙苓,第三个呢,芙苓有调理肠胃的功能,脾胃功能失调呢,也是三交不通的一个表现, 芙苓呢,具有健脾宁心安神的作用,可以改善脾胃功能,促进食欲和消化吸收,对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症状呢,也有很好的调理作用,最后呢,我们来看看芙苓该怎么食用,首先煮水喝, 就是直接把买来的芙苓切成小块,研磨了以后呢,煮成水,煮水了以后呢,煉芙苓一块喝就行,但是这个量要小,因为我们这个保健食品里面,他们不说那个慈禧常吃那个芙苓饼吗, 然后北京好像,所谓的推进南北京食品里面好像有这么一种,它这样呢,可以做一个日常保健来用,第二呢,就是药膳调理,将芙苓和其他的药材,你比如这个大米啊,红枣啊,山药呢,在一起煮煲汤,这样呢,芙苓呢,能沥湿肾水,那几个药呢,便宜的滋补,它这样呢,也能够调理脾胃功能,再一个呢,就是泡酒,将芙苓切成小块呢,放到这个白酒中浸泡,放到酒中浸泡一段时间呢,一般是一周, 这个呢,饮用,同时还有这个舒筋活络,去风除湿的人群呢,也可以这么用,当然那个土芙苓会更好一点,芙苓也有这么用,这个不多啊,这个呢,说的就是这个芙苓在日常中的一些用法,当然呢,涉及到用药,我们就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仪式制造下去试用,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,你学会了吗?咱们下期啊,接着讲,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,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,欢迎王医生,一起做中医传承人。